2 1 开始 你很帅 谢谢 Dania 今天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 加入我们再见校园 和好兄弟一起回到校园 有什么感想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内地 看到的大学 就是看到这种 怎么讲 campus 非常非常大 其实让我想念 我十几年前去大学的时候 那我觉得 真的会让我想到以前 就是小时候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在休斯顿 然后我们打球 我们在那个体育馆练球的时候 玩的时候 我会顺便跟那个学校的 就是Division 2的球员一起 一起去玩 真的像小时候 可以跟好朋友在一起 今天完全是不用去思考 或者有烦恼的事情 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就好好去开心 跟你们玩这些游戏 而且还可以打球比赛 而且还是赢的 所以其实今天是一个 完全不会忘掉一个事情 你跟高伟香认识这么久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好像也是2004年的时候 我刚搬到台湾 那个时候我 我只是 当个模特而已 对然后我 其实没有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我在健身房 那边在练 我记得在台北那边 然后我在那边练 然后突然在镜子那边 我看到一个人 经过我 我在想 这个人蛮帅的 而且他比我高 所以我觉得完蛋了 但是 至少我觉得 我有一个好处是 一个优点是 我会讲英文 我就会很骄傲 我觉得 ABC美国回来的 这个人可能是 虽然帅跟高 但 maybe 反正就缺这块 然后就是 过了 不知道多少时间 我们就 我们就是在那个酒吧 认识对不对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 我的以前那个大学同事 就是 在一起 然后我也看到他 他看到我 一样 他们就过来了 我先跟我的朋友 James打个招呼 我说 Hey James What's up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中文不好 其实我现在中文也不太好 但是 第一间好很多 然后我就说 Hey James What's up You know 然后就介绍 他就介绍Garffy给我 Garffy就说 Hey What's up Man 就讲全部英文 我就说 My God 我全部都输了 但我觉得 那个时候 见到的时候 就是因为都是一样 从没过回来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 真的很像 就是小时候长大的朋友 这个故事应该听到很多次了吧 对 蛮多次的 那你记不记得 第一份工作 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广告 洗发金吗 对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我跟Garffy 基本上 只要去试镜 都是去试同一个案子 不管是电视剧或是广告 每次去试镜 都会看到他的名字 因为其实我们的试镜时间不一样 但每次看到名字 刚会想说 My 可以不要来吗 真的讨厌 然后 反正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然后 刚好那个广告是一个洗发金的广告 而且在内地的广告 所以那个 那个 费用比较多 然后我在想 哇这个 这个案子不错 如果可以接到的话 OK 然后 一样呢 就是电Garffy 一起去试这个东西 跟他在比 然后那天 那个 试镜的人 公司打过来 打给我们公司说 剩下 那个 怎么讲 就是 他们选到两个人 我 跟Garffy 然后我那天就打给高卫 想说 诶 你现在人不在台湾 你在加拿大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我就被选到 然后 然后他就说 哦是这样 他隔天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 好吧 那广告给他 但我们那天又读说 如果谁 谁接到这个广告 就要请别人 就是请对方吃饭 那后来他请 他 反正广告拿到了 然后他就请我吃一个 很贵的一个饭 香槟啦 香槟 那一瓶好像是六千块 人民币 我们就说 这个是我们一辈子 那个时候啦 就觉得 我们付不起这个 这个 这个香槟 那 还是要 庆祝一下 然后他真的是 从 从韩国 回来拍完这个广告之后 就买了一瓶 然后就送给我们 就卡利集合 所以 起不期待下一次 有更多时间 有更多的机会 来参加这样的节目 好朋友三个好兄弟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 毕竟我们大家要忙工作 要做过别的 就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 更多机会 参加这种活动 而且 跟在一起一起玩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一个 经历的 经历的 经历的